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就讀了深水埗高sir上来做节目 那边是金色的 今集有另一种颜色 大家都很喜欢那个颜色 今集就找了晋风的总教练可sir上来 可sir 你好 可sir 先问一问你 大家过去那一年 不好意思 要说一句 晋风看成什么呢 可能大家都不太记得 最记得是乐天女孩 是 这件事我季初都没想过 机缘考核 我有个学生 跟那边有些联系 跟着他问我有没有兴趣 我也是在犹豫着 一向香港都有些出头事搞 但都是不太成功 通常都是武士 只知周周 我又觉得没什么新意 想着落天女孩 我立刻那晚我上网看 咦 彭球 不是足球 是 是 是 台湾过来的 我说 会有什么事发生呢 我也知道有部分人的典击率很厉害 是 我请不请得起 是 是 后来我学生说 放心可sir 有办法解决 后来我跟老板说 当时老板也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是落天女孩 是 然后我说 上IG看看就知道 是 我跟他们说 有160万个典击率 你怕不怕 可sir想问一下 当你第一次听到这件事的时候 你自己觉得如何 是 其实呢 为什么我学生会跟我说呢 其实我学生自动很想想一些出头的东西 我觉得职业足球呢 只有22个人在一个球场上踢个球 在香港来说 越来越灰了 因为我始终 很老实 十岁不够的球迷做到现在 看着 成岁 你再不会变是没用的 所以 那时候想到落天女孩 嗯 那我就盘算了 会发生什么事 那接着就鼓励老板去搞 嗯 老板听到之后 他第一个反应是怎样呢 不知是什么 哈哈哈 那接着我说 不会用你很多钱 是 那接着我就 将落天女孩的资料给他看 嗯 那他有信心了 那结果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叫好 兼叫佐 是啊 长波爆棚 是啊 晋风第一次爆棚波 是不是 那 我们 球季就很 以一个很圆满的结果来完结 晋风可以说 绝对是 是的 那我们就讲一下之前 嗯 球季开始的时候 我记得今年晋风开季的时候 有一个青春班的旗号开始 那么 不是很多大声的球员 很多都是年轻球员升上来 可Sir 可以说一下 当初今季 早班的时候 嗯 嗯 晋风是用什么目标去完成这个赛轨 其实 早班的时候 就是很失败的 嗯 就是这个球季 嗯 怎样敢说呢 我在医院 嗯 那样东西都停了 嗯 每个都等我出来 嗯 但是等了一个星期 我还没得 因为自己身体问题 身体问题 所以呢 大家都很猶疑 球员猶疑 老板猶疑 职员猶疑 教练都没有了 后来出院了 差不多八月了 足足够吹,究竟你晉峰搞不搞的, 外面的传闻就说你晉峰不搞的, 我说根本就没谈过搞和不搞, 为何会有不搞的说法,或者搞的说法呢? 后来我出院后, 把所有东西摊开来跟老板讲, 因为疫情导致他们, 譬如我们上一季已经花了很多钱, 就是在一月时斩了, 这个损失是很难去彼補的, 真的很难去彼補的, 我就跟老板讲, 唯一可以少少彼補的就是减班费, 我也知道两位生意上都, 我想全香港做生意都不懂得有些损失, 每个人都影响, 是,他们的投资很大的, 也都相信是损失了一大笔钱, 我就跟他讲, 球员就在了, 小小搞大大大搞, 如果继续搞的, 起码你过去两年没有白费到, 今年可能是有些事情会做出来给大家看的, 所以就说服到他们继续搞的, 即是原本老板曾经是想过, 都是不玩了,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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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怎么搞的, 说来说来说来说不通, 老板说, 这是什么联赛, 什么都还不通, 虽然老板是董事, 但是又衍生了一个港超联会出来, 所以那件事就比较复杂了, 嗯, 是, 最后始终都是成了军, 开了球, 但就比较一个新的面目, 我觉得是, 就是进锋比过去那两季, 就有点不同了, 比较青春一些, 还有教练都换了, 换了就等sir, 但是开始成绩其实不算太差的, 我觉得都有赢了球, 但是为什么导致到这么快, 在十月的时候就要, 十月十一月的时候就换教练, 其实那个触发点在哪里呢? 是, 成绩好呢, 是, 运气的, 嗯, 如果大家有看这个赛程呢, 我们今年比较好, 幸好是对手不强, 开轨的时候, 开轨的时候, 嗯, 变成了对方刚刚走军, 嗯,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们的比赛, 是用回救人救阵的, 第一场赢大埔啦, 嗯, 当时大埔都还没站稳的, 没错啦, 嗯, 就算我们那场迫和流浪也是, 嗯, 其实我们如果, 就是有入场看球的观众都会见到, 我们都是那帮人, 嗯, 都是那个方式去踢, 那结果, 就是内部我们, 当然有些问题发生了, 嗯, 所以就导致, 到老板做这个决定啦, 嗯, 那当时, 我们不是一下子做这个决定的, 是经过一段时间, 嗯, 才做这个决定的, 那, 到底是, 当时是想换教练, 而阿祖安又回来了, 还是, 阿艾斯特尔维是那时候又, 自己又回来了, 即是, 究竟那个时序是怎样的? 嗯, 其实呢, 当时我们决定了之后, 即是, 老板下这个决定之后, 那就要找教练啦, 嗯, 那当时我们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 都是找西班牙的教练, 那其实都有人逆征的, 嗯, 但是老板后来又有个想法, 就是说, 哎呀, 那会不会我们球员又要重新适应, 整个球员, 那我说是的, 那后来, 其实阿祖安一向有跟我联络的, 嗯, 那时候我们不同的, 阿祖安签约呢, 其实我们缩班费, 缩得很厉害,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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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就, 断了, 嗯, 那, 后来祖安知道我这件事之后, 嗯, 他跟我说, 哎呀, 我五的教授了, 嗯, 我想回来, 是, 你需要我的, 我立刻要回来, 嗯, 那我就一拍即合了, 那就跟老板说, 左眼回来, 嗯, 那当时老板就, 他真的可以这样的待遇都肯, 那他肯, 我就回来, OK, 那当时他都很有信心啊, 左眼, 但是奈何信心还信心, 结果还结果, 嗯, 好, 那这个球季就完了啦, 那, 那说到阿祖大维, 我就顺便问一下, 那为什么去到这个球季完结, 也都, 那么事先张扬, 在这个球季完结, 就和这位教练磨平分手呢? 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嗯, 嗯, 就是现在超联, 嗯, 那老板他会做一个检讨, 其实我们超联计划三年完了啦, 今年刚刚好三年计划完了啦, 那么三年计划应该做一个检讨, 究竟我们用年轻球员有什么结果呢? 不要论成绩先, 因为他们不是要跟人增标, 而是希望可以看到我们球员成长, 也都看到我们跟强队的距离, 那很老实, 三年我们未在强队室上拿过一分, 这是事实, 那也都, 你说栽培了多少年轻球员呢? 是有的, 但是, 那个level 停了在那儿, 尤其是今年我觉得, 所以老板分析完之后, 他就考虑转换教练, 嗯, 其实主刊就不是一个大责任的, 他不是一个大责任的, 是老板觉得, 嗯, 明年我们都是这班球员, 都是这个教练, 不会突然突飞猛进, 所以做这个决定, 也都, 我们都有深思熟虑的, 是那些年轻球员究竟遇到什么问题呢? 导致这样的情况呢? 那我们也有考虑过一些事情, 嗯, 有生有救啦, 球会, 就是一个球队, 有人走, 有人来, 都是很合理的事, 很正常的事, 那之前, 耶汁离队, 然后祖湾也再回来, 嗯, 好了, 大家都很关心啦, 那祖湾, 就是艾斯特韦离队, 到底新教练, 是不是本地教练呢? 还是外籍教练呢? 可不可以透露一点? 可以透露一点, 可以透露一点, 会是外籍教练的, 但是, 还未签约, 因为有些条款, 还在谈谈, 是, 那希望解决到, 就可以落实了, 嗯, 是亚洲还是欧洲? 亚洲, 亚洲教练, OK, 对青年球员的培训, 就是晋风这几年都很重视的事情, 我们看到, 有些年轻球员稳定地, 都可以进入U22, 比如, 刘君正, 叶卓文, 这些, 都可以稳定地, 进入U22港队, 可sir, 你可不可以总结一下, 这三年, 你觉得, 自己在这方面做的, 有多少分给自己, 或者有多少分给求, 或者你觉得, 不足, 或者你刚才说, 停的地方在哪里? 进度满不满意呢? 进度呢, 我只可以说, 我们是在进步, 但是不够人进步快, 卓文, 和君正, 基本上都很大机会进入U22代表队, 这当然是他们的实力, 反过来说, 其实我觉得是球团有个隐忧, 举个例子, 我想找一个年轻的中坚, 其实很难去找, 好像君正那些, 打几个中场位都可以的中场, 也很难找, 为什麽呢? 可能就是很多外援, 在这个位置上, 那变成了我们华人, 或者, 我不知道, 总之我自己青年军, 我都找不到, 所以, 你说他们是不是成长, 有空间很大, 是的, 但是也有一个隐忧, 就是他们少竞争, 那变成了可能在进步那里, 没有很快, 嗯, 那俊峰呢, 就是刚刚在过去的那个球季, 你说, 成绩很差, 他不是的, 因为后面还有几队比他更差的球队, 成绩就不算是很亮眼, 都是下半板完结, 其实, 季初的时候, 作为领导层的, 你和老板, 有没有定了一个目标给自己, 到最后又到不到数呢? 很老实是不到的, 很老实是不到的, 也都, 我们的假伤敌, 几年间是, 进步得很紧要, 比我们季初所预计, 你本身的假伤敌是哪一类的? 港会流浪, 嗯, 那我都跟老板说的, 我说我不认输的, 我认真, 90分钟没输过给港会, 嗯, 其实我们, 反而我们那种踢法对港会有得踢的, 嗯, 嗯, 如果不是废茶, 那个倒挂, 其实你赢了港会吧, 哈哈哈, 其实那一场球, 是我很开心的, 一班球员是, 就是, 如果有入场的球员, 我们, 是, 好, 好多时间压着他踢的, 嗯, 就是不是说挨打, 就是说到那一场球, 跟大家透露一点点, 其实呢,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每一场球, 祝总都会在, 比赛完结的时候, 就选一个MOM, 是吧? 那一场就是, 未完场, 就选了出来, 是的, 我记得当时, 叶卓文呢, 就入球, 我记得好似, 那一场球的MOM, 就是卓文的, 怎不知, 废茶就入了一个倒挂, 就立刻改, 是的, 所以, 其实那一场球, 我看到其中一场, 俊锋都, 都叫和得几沮丧的一场球, 嗯, 人家开心, 你们就痛失了两分, 叫做, 那其实, 说回刚才那个排名, 本身是如同流浪港会, 原本, 你们有没有肯定, 今年, 第几? 第五,第六, 嗯, 这个是老板的期望, 嗯, 因为始终我们夹了两年, 嗯, 就是今年第三年, 应该比较上会好些, 那其实季初出现了, 就是我们夹得很久, 所以季初是做到一些东西出来, 嗯, 就是奈何就是, 一过了那阵, 其他球队上回来之后, 我们就下了, 嗯, 这个问题, 我们上个星期都问过深水埗, 其实季中, 你们跟很多球队都一样, 有很多动作, 譬如, 列卡道, 帕宝罗, 罗伯奥导, 这些都是新签的外援, 在季初时, 计划这么低的时候, 但是季中有这么多动作, 其实, 有没有套到套套套呢? 其实是没有套套套套的, 很老实, 我多谢这几个外援, 其实他们的薪金, 甚至是比我们的部分环球员更便宜, 嗯, 嗯, 就是他们是想来香港, 有个机会, 那, 初初我没想过签五多个, 那想着签个中坚, 那变成了列卡道, 嗯, 那跟着, 不知为什么很多人知道, 那我找我, 譬如, 罗伯奥导, 嗯, 他找我, 那他都要求不是很高的, 巴布鲁是不是你找回来的? 不是, 巴布鲁都是啊, 嗯, 那出来的效果, 有点落差, 嗯, 质素, 嗯, 嗯, 有点外回来带动我们球员的效果是怎样的, 其实是有的, 始终对抗性是强的, 因为始终我们太单薄, 那几个外回在那里呢, 对抗性是在那里, 嗯, 嗯, 那你说, 他们没有贡献是绝对不对的, 他们有很多贡献是, 呃, 我们球队的, 就是一些得着来的, 那内何就是, 既然间, 呃, 呃, 那我们就盘算下一季的那个, 那个准备, 那所以才大家会停了那个合作, 嗯, 那其实, 除了刚才Billy提的那几个外援之外, 其中一个就是, 是, 我们最爱的陈兆军啦, 是, 是, 我以为, 是, 就是本世纪进风最大收贸, 不是最成功的收贸, 除了落天女孩之外, 那其实, 我看大家都很好奇啦, 就是,喂, 浸风不够钱, 又吸策款, 老板准备说不玩, 那么, 还可以贵宗又加码, 还可以签到陈兆军, 那大家都知道, Philip, 作为香港队的代表, 应该都不便宜啦, 怎样都听到, Philip拉上了他回来的呢? 其实, 其实菲利普我一向有跟他聊天 他应该14岁左右我认识他 一直都有来往的 我一向跟他说 哎呀你踢流浪啊 将来有机会合作 他不踢我都有找他的 他说可sir给点时间我 我会考虑你的提议 他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这么迟才会答复我 所以1月的时候他找我 可sir我想加盟进锋 我跟他说老实 你很高身 可sir你真的负担不起 他说不需要想这些 他想在这几个月透过在进锋的比赛 令到他自己入港队的机会 我说OKOK 我说我绝对想帮任何一个人 可以达成他的理念 很多人可能觉得 为何进锋可以吸引到Philip 这些都是缘分 教练不认识他 队友又不是很多人认识他 老板直接不认识他 所以我都多谢老板信任我 其实他带了很多东西进来 你觉得最重要是哪个人 如果又是有看波的球 就是看到当我们有些犯规 或者一些攻势 就是Philip也在 Philip是以身作词 譬如遇到我们那些不公平的 可能是属于不公平的东西 Philip会第一时间去球证解释 注意出类 但是以往可能大家有看波的话 我们那些年轻球员仔 就是一些 不懂做这些 不懂做这些 另外 每一个攻势 其实你都会看到Philip在周围 所以我们缺乏这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他是 这半季是帮了我很多 甚至比一些外援更加高水平 昨天就很好奇了 Philip到底会不会留下呢 这个未完成任何协议 我希望他有更好的前途 我绝对想他有更好的前途 如果万一是有些转变的 我们可以再合作 其他球员 先讲华人班底 新球季一定是在组军当中 未能落实 但是会不会保留现有的球员为主 大部分 大部分 是有部分球员还在思考待遇 我只能承诺到 我有多少给多少 是 外援方面 未来都知道有几大转变 包括已经事先 你这几天出帖 已经说 还有一个半个 有机会 如果在队上谈得到 就有机会 继续合作 大家都其中一个焦点 就是去了 阿菲利皮 就是费利普萨 晋风过去几年 凡是有表现 或者有入球 拿分 都叫做 张晋风叫做费利普萨FC 这样说 没有了费利普萨 对你们的影响一定有 那你怎么部署呢 凯sir 这个是一个 任何一个教练都不开心的事 因为没有了一个好球员 也都抽身出来看 他有好的前途 我们应该开心 我也是这样陶老板说 始终费利普萨 都是在晋风成名 亦都他真的付出了百分百在球队 他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应该鼓励他 希望他成功 这个都是晋风的成就 可以说 譬如之前是余智南 所以当时是可惜的 失去好球员 我们职业足球就是这样的 可不可以说费利普萨 其实当初 晋风升上来的事 已经在了 这个球员当初是 怎样找回来的 或者当时对这个球员的感觉 是怎样 会否期待他有现在的成就 其实找回来的时候 是有点落差的 怎样落差呢 当时我们要求做一个中锋 他不是中锋 我第一次见到费利普萨 他一句英文不懂得说 是 他来到的时候我呆了 中锋 和我高了一点 但是 在练波上高 我又有点发出回心的微笑 哇 真的可以了 这个 这些脚法 或者一些态度 我很满意 因为始终我们没有一个中锋 它是一个副锋 变成了我们前点 就变成很难 很多人昨天觉得 你中锋踢得很单调 常常给他个球 没办法因为没有中锋 在教练的层面 我只可以把人脚去配合战术 所以 是有点落差的 但是没办法 我们 是这么多菜 要这样煮 那在来季 找外援方面 想不想找回一个类指挥 来普萨经的球员 我希望给大家 希望给大家 其实我不是聚焦是外援的 我聚焦是一帮年轻球员 因为外援都是帮手 其实如果华人球员起到 我都是未完成的心愿 那外援应该是部份离队 一定再找过 那找外援的 会不会像过往一样 都是交给新教练 还是还是由可sir 你去主力呢? 我找了一些朋友 那些朋友介绍 其实我觉得找外援都是赌博的 就是用我们的方式 现在的方式去找外援是一个赌博 就不像外国的球队怎么去找外援 我们暂时没有这样的资源 很仔细地研究外援 可sir 都是看球王片 是吧? 都是这些 大家都知道 一季进风会有些新面孔 是吧? 会会会会 希望最少有三个 嗯 是不是都是像过去那些祖军 那样 前中后国一 那样 一定有前锋 一定有后卫 嗯 中场就未决定 我记得季初问过可sir 你是多重责任 比黄伟郭身上 他今季其实呢 我觉得他是一般的 是 你怎么去评价郭今季的表现呢? 我经常跟郭说 其实看球很简单 你不要够够够够够够够 你如果很简单的情况下 是做你的任务呢 相信阿郭是做到的 举个例子 他今年入了我没有多少 是四个球 嗯 他也是很简单的 我只要你这么简单 有助攻 也是很简单的 拿到看到就出 是这么简单的 不要做这么复杂的东西 他就会进步空间大一点 嗯 他太多想表现自己的时候 就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 那变成了一个进步迷慢 嗯 我想其实 刚才可sir 都整个访问里面 都很多次提到 就是俊峰 真是很着重 以自己的孩子开始 那其实 这几年来 就不算说 有很多很亮眼的球员 在对球场上 成为了大港脚先 最低限度 刚才Billy说 都是U22为主 但其实 在刚刚过去那一年 你觉得有没有哪几个球员 尤其是年轻球员 尤其是你觉得 都不错的 刚才大家都提了 卓文和郡正 其实我经常都想鼓励 希望他达成他心愿的 就是Jordan 其实他很努力练习 他每一个位置都尽力去表现自己 希望香港队教练 可以留意一下这些本土球员 我也都安慰了卓文 我说现在香港队终结 我想竞争性是大到不得了 基本上 即使外流也一定有机会 是的 多到这样 接下来 前锋都不用想了 大家 中程又 39岁的都还入选 年轻球员 你们真的要加把劲 如何战胜一个老将 一个老将 还有能力进入香港队 年轻人 应该要更加努力 嗯 不过有几个名字 其实我都挺深刻的 就是李程 徐敬柔 以及杨献乐 其实我 以外观 旁人来看 其实这几个球员 虽然上阵机会不多 但是每次下场 都有 少少东西 我有印象 在脑子里面 你如何评论这几个年轻人 对 用它们 就要很大账 特别是李程 破了今季最年轻的上阵记录 当然 我不会为了一个纪录 而去用一个球员 这个也是我跟老板说 你可不可以放胆给我用 他很支持 献乐比较大 19岁 当然 年轻球员一定犯错 他犯了我很多错 我说不要紧 你打的位置很容易犯错 因为他不是一个中坚 硬硬要踢中坚 这个对年轻球员来说 他的实力是有影响的 李程和景柔 其实我观察了他两年 在青年队 我觉得可以给个机会 我问他们两个够不够胆 他给了很证明的信息 我比如说 你够胆 可确有机会放你出去 初初 朱安都说半信半疑 朱安你都认识了四年 你都知道我选择什么球员 我选择那些是适合你的 他都喜出莫爱 这两个小朋友的态度很好 虽然他们正在上中学 不用上学的时候 他一定来球场联络 不要说早退或早走 一定是最迟走的那两个 所以我希望他们两个都胜财 刚才可sir 讲到晋风的年轻人 有一件事要提 其实呢 现在晋风升了超三年 过去那几年 大家有个印象就是 晋风踢五人 大家都知道 刚刚都恭喜可sir 刚刚过去那一年 晋风五人队都拿了冠军 但是很多时候 就觉得他们好像踢小型球 大家都很印象 好像之前最后代表的就是益成 去到现在赢了三年 你觉得其实 要一个五人队骨幹的成员 以你带了这么多年的经验 放回十一人赛 是否的确有一定的难度呢 其实难度不关于赢足球时 是个人的问题 我打拼球的 突然间有个朋友叫我打网球 那我也要适应 我不会把打网球那种搬到网球 网球那种不去网球 那可能我们有部分五人球员 是因为他的能力很短 不是一些放长球的球员 所以衍生出来的就是适应有问题 其实他们可以的 是个思维上的事情 但其实大家误会错了 他们是五人足球员 一向他们都有踢十一人的 不是只踢五人的 不同外国 外国五人就是五人 其实他们是两棲的 只不过他们身形上 或者他们去到超联的对抗性 适应有问题 所以就衍生了 好像他们五人很厉害 十一人慢慢不是这样 跟大家介绍一下 海长刚刚我们就比较少看五人 平时都没什么机会看 想看都看不到 其实你刚刚过去那一年 拿五人赛冠军 那个班底跟大家介绍一下 有没有一些是我们港千里球员 有不过很少 其实我要多谢我们那班五人足球员 为什麽呢 他们只踢五人 当然他们找市营球 外面有踢十一人 但不是一些很高水平的十一人 外面玩的 很业余 他纯是帮我踢五人 超联球员只不过是做了六业 主力都是不是超联那班球员 我用超联的球员 大部分都是后备 我希望透过五人足球 他们有踢 提升他们的状态 类似预备组 季初他们没了预备组 其实我那时候 有些超联球的人问 何sir 为什麽你们不踢预备组 你们这麽多年轻 我说我超联也在用他们 我不是预备组才用他们 我跟其他会不同 跟着我们有个计划 我今天踢预备组 明天练球不够人 那便影响了我们的班底 其实我们踢也是那班的主力 那你说可能有些友会 可能用U18 那又不是那样东西 U18都有比赛 那我为什麽要 有什麽目的去踢预备组 就是我的想法 刚才说到五人到六 为什麽我觉得可惜些 有些球员拿奖 其实比赛看不到 是 那是否颁奖的时候 都给大家见一下 即是show off 究竟是什麽球员 刚才也有说过问题 为什麽足球明星选举 这个颁奖例 都不是可以邀请迷 那些五人 女子队那些 可sir 你又怎麽看 对我来说很失望的 五人足球 都是你足球总会 尤其是我们甲组联赛 都是最顶级的联赛 而且都很多年了 多10年了 那 试过颁奖的 我不知道 突然间叫我去的 很多年了 很多年前 我想六年前 是这样的 没准备的 那年还是卓耀角落 最佳年青球员的那年 嗯 嗯 所以我觉得 究竟你重视五人足球呢 嗯 我每年都有个问号 在那 嗯 没有班上嘉宾 譬如我们 我照说 这次比赛 我们拍戏 就是另一队五人队 拿到贵军 在前一晚 拿奖 就给你个杯子 就这样 那变成了 那变成了 无声无息 无声无息 不止是 究竟你尊不尊重五人足球员 嗯 嗯 我也觉得有点可惜 始终 其实在五人足球层面 足总不是没有经验 是的 搞了很多年了 又有甲月祖 又有赞助 当顶级联赛11人 都有一些杯赛没有赞助的时候 五人足球也有赞助 有冠名赞助 那为什么足总不配合 推广多一些呢 譬如找人剪片 做精华 这些其实只有民间会做的 早前我们不是听到CEO 还是足总副主席 他们都说 不如 现在香港很适宜推行 互人足球 没错 那些场又是尖射出来 那为什么 有个这么荒谬的一个比赛 大家 连看的机会都没有呢 是 拿到冠军 那队冠军队 亮相给大家见一下 都好 就是我们都叫做很资深 在这一行 我们都瘋了 我们都不知道哪些人 是的 那我就有一件事 就比较乐观一点 就是 盛传着来界的足总主席 就是 有五人 即是有小型球的背景 那可sir 会不会在这方面 乐观一点 希望足总 给多一点资源 推广多一些小型球 会不会给你多一点统景 可sir 我都是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先踢好自己 先踢好自己 只不过是我想为一些五人足球员发声 他们都很想得到人认同 有努力过 也都是有付出的 那 大家都是运动员 我觉得他值得被人表扬 即不是说因为我拿了冠军 其实因为我十年 我都不是经常拿冠军 腰斩也试过 不都试过 嗯 其实在五人足球发展里面 有一班球员是慢慢耕耘的 就算踢到退休了 也不踢了 但是好像都未得到认同 我希望 我自己有能力去帮一帮球员发声音 嗯 希望足球总会注重他们 可不可以说一下 现在其实大部份赛制都是在夜晚 或者周中的时间发生的 对吧 呃 场地 那我们去了一场 不是那么理想的场地比赛 那 克服 通常从哪里来的 我们都不知道 有两个地方 摩顿台和沙田马场 摩顿台就是中央图书馆旁 那里 沙田马场就是有盖那里 那里 未来我们足球总会有机会 在射箭尾台下 未来你星期四都会的 奈何四强和决赛都去回沙田马场 嗯 那 今年也有去中坤老体育馆 但是 我 很可惜的是 观众 没有 是可以用个母字来说 是的 我真的常常都希望是 就是足种 喂 有些大比赛 去到决赛 增盛这些 都宣传一下 叫人去看一下 是的 就是五人足球 都是香港小型球里面 文化都很重要的一环来的 我常常觉得 东南海杯 都这么多人看 为什么就是 你足种合下的小型球 都不推广一下呢 是的 这个是官方的比赛 是的 既然间又会说到 学体会说 将所有小学 都五人足球 是的 你下了学校 是的 究竟那些小学生 有没有看过 香港最顶级的五人联赛 是的 但是你又叫他去踢 究竟他知不知道 五人足球是什么呢 是否真的只有五人去踢球呢 所以 我 我 我对 首先 换了主席之后 有没有一些改变 我不肯定 OK 那我们又说回十一人 可sir 大家都很关心 刚才说了 会有外国教练 东南亚的 新爱换 新爱换 有几个 华人班底大部分都会保留 会不会再新签些球员回来 会 我们有一个甲组球员会上来 希望他进步 因为都是一个年轻球员 总之 其实在我的立场 如果陪了年轻球员 我就不论他国籍 因为 大家都是年轻人 既然可以和晋风合作 我都觉得任何角色都值得再去 嗯 其实呢 我经常都想问可sir这个问题 就是 每年都要给老板成绩交代 那 一年过去又一年了 那是明年第四年了 如果你再用一些年轻人 会不会有些交不到成绩给老板的压力呢 老板对你的要求又怎样呢 哈哈哈哈 其实呢 由这边晋风开始呢 我都一向有这个压力的 有这个压力的 有这个推动力 如果有关注到晋风 其实我每年都有些改变的 嗯 那 我都会鞭策自己要进步 那你说成绩表就不合格的 嗯 差不多是年年都要结家长 喂 再不得就留班 再不得就淘汰了 这个我永远都是保持在我的脑海里面 那 但是我希望就是说 可以凭我的毅力 去令到那帮年轻球员明白 去肯付出 为什么你做职业足球员 嗯 这个我经常都说 我不喜欢球员说是 真的的 你职业球员就做正业 不觉得是 嗯 不要经常想要回头 不要想着 啊我踢 踢得不好 就出来做事咯 可以做一种高人工的组织 就是足球员 那你不要踢我们 嗯 嗯 嗯 那我说了祖军 教练 本地球员 就是有一个问题 我想代球迷或者放钟慧敏的 那乐天旅行会不会回来 哈哈哈哈 会不会不指乐天旅行呢 其实我有些想法的 但是 因为乐天旅行来不来 都要别人配合 是 那我们今次来了八个 那我相信如果香港球迷想乐天旅行 继续来的话 可能主角要来到啦 是 嗯 还有多些东西的配合 那其实在联赛搞呢 其实我觉得是有些难道的 嗯 为什么呢 因为始终有些地方 康文处限制了我们去发挥 嗯 所以我希望 有另外一个模式 可以邀请到乐天来 嗯 即未必一定是在比赛里面 是吧 都会大致上去比赛的 嗯 我希望可以 其实有些新想法 但是我想不讲住 因为讲了我怕不成功 是 那我希望是去继续邀请他们来 嗯 那你自己满不满意的效果呢 因为呢 之前听访问 不是我们访问你 有些媒体访问你 就说应该是五位数字左右 就是你简单点说 就是请这帮乐天旅行来香港呢 就那个开支不是很多 那反应就好了 那你自己满不满意 他们这次来带来的回响 是不是你预期这样 很老实 我们用这么少的资源 而去做得成呢 那我们 我也要多谢我的职员 很努力去做这件事 你说可不可以更加好些呢 因为我们始终第一次搞 我相信下一次给个机会 我们去做可能会更加好的 那当然了 只有1400个球迷入场是比较少了 其实我觉得 我有信心 如果更加搞好些籌备时间 更加充足的话呢 效果会好些 嗯 嗯 会不会再找回防中卫 应该都 除非他不帮我 哈哈哈哈 是 那其实 我想其实跟大家说 整件事就是可sir穿回来的 就是呢 就是虽然可sir很低调 就是他没有说 我们帮你补充 其实就是呢 落后呢 穿这个乐天内下来香港 其实就是可sir 不过他其实很低调 所以呢 我们期待可sir 会不会带多些不同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 不要说我们看女生先了 就是其实是一个 以一个Marketing来算 其实是给到一个 都几大的新鲜感给大家了 我想那次都带了很多生客进来 是吗 是啊 有很多 不是真的足球迷的 他都跟我聊天 他说可sir 我真的不认识你 那就是 我多谢他啦 他是多谢我说 我搞了六支女孩过来 我说这些就是祭遇啦 我个人就一见到一个机会 我就做的 我想问一下老板呢 老板有什么反应呢 开心 很多朋友问他拿票 真的没有 责助商啊 都离了 真的 因为我们都要公开发售门票 因为联赛 没有办法多些资责 那变成了派票又没有啦 我可能都得失了一些朋友 所以希望那些朋友要谅解 有啊 我一定会 我连给钱的机会都没有 会不会下次找个大一点的场 就是不一定在晋风的主场 呃 我的目标啦 目标啦 那都是要很多东西配合 我不懂 我希望有 就是问到人帮忙 啊 想问可sir 一样东西呢 整天都说祭遇总很封闭啊 有什么有物啊 这件事说不行 那件事说不行 其实在这次搞落天里 是这个event 其实祭总的配合程度又怎样呢 呃 我很多谢建策部主管啦 呃 所有的职员啦 呃 当日临场的所有的祭总领员 我真的很多谢他们 嗯 他给了很多自由到我 就是不是不帮忙啦 就是祭总 我可以说是职员很帮忙 嗯 只是职员啊 我好 就是我自己 都要多谢球员 但是职员都想看啊 哈哈哈 球员我也要多谢 嗯 其实那场球 他可以腰斩的 嗯 我也觉得他很想 完成到我们这场赛事 就是可能很多人都说 一见球员犯错就批评啦 嗯 也都 我希望都趁此机会 他做得好的时候 都要赚一赚他啦 就是他见到这么恶劣的天气 有权 我管得你什么女孩 是吧 下雨我就去保障那间球员 说不踢你都没吹我 我不将是吧 就是好像另一方面 东方那边都 嗯 斩了 是 那我相信我们下的雨 跟他下的雨都是一样的 哈哈哈 同意同意 那我其实很想赚一下晋锋 其实 和何sir 其实我觉得晋锋是一支 很肯示的球队来的 就是 撇除今次落天雷霞之前 其实我记得之前是搞过NFT 都是一些 都是晋锋搞先 晋锋 即是职业球会第一次 香港职业球会第一次搞的东西 虽然我们不要论他成功不成功 但是起码第一步肯试先 还有 还有一天我想flash back flash back回去1920年 我觉得晋锋的新尝试就是 在甲组搞半职业球队 这个人是 在香港历史上面 就是在一个业余球坛 就是业余联赛里面搞 半职业是比较新的做法来的 我觉得晋锋在这方面是 有点成功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见他在2021年 第一年升上来的时候 他们接合得很快 那可sir可不可以讲一下 其实 会不会你都鼓励 其实 有意在甲组升上来的球队 就是尽早 尝试在半职业这样搞 而不是 你拿到升班资格 你才想他升不升班 是啊 因为其实呢 都讲一点点 其实呢 近期呢 其实球圈 这件事情都讲了很多年了 譬如好像中西区 或者北区 他们想升 是 原来没有人 我的班子也不够 那甚至乎 过去试过很多年 譬如如御苑也好 以前的海景也好 基本上呢 升班就是一群人 踢到上来呢 基本上就是面目全非脚来的 上到来呢 就拿回同一个球会的名字 但是呢 那些人呢 完全就不是升班的功臣 但是 我很记得好像比较刚才说 其实晋锋当年就不是 是啊 你们升上来的时候 就是JJ啦 我记得很多 就算王伟角也是啦 王伟角啦 是 特别是教练 史达韦 有这个想法呢 讲回 当初19年 是 晋锋成立了六年 嗯 初初呢 都是普通夹了这样的教练 而已 那当时我还不是整副心机 放了下去 嗯 当时交了给助手搞的 我有其他事做的 后来两年 嗯 都是好像我 我不要不满意 搞球方针 有一次突然之间 我经常都在想 怎样去搞那些 啊 竟然两位老闆 其中一位老闆找我 可sir 有空吗 出来聊聊天呢 那我和助手和老闆三条锁路在电灯柱里聊天 可sir 有没有想法 我想三年计划 升超 哎 对我来说 有目标了 一个很大的挑战 通常都是我的目标 他问我有没有信心 我想了五秒 有 那整晚在想 直接是 日日夜夜都想这个计划 那后来我很胆大地问他 如果我升超 是要怎样的模式去训练 其实我心里有个答案的 可不可以日日操练 竟然间他都是这样想 结果当时我找了一个旧身去带 但我又觉得好像差点东西 他怎样提升那群本土球员呢 究竟他们的层次是否真的去到超 部份是去不到的 当时我已经发觉了 那我心不想那班去到那班 那又怎样呢 后来老闆突然又找我了 可sir 有什么想法 如果我们 还未去到 他提出 可不可以请我外籍教练 哇 那一刻我就好像闪一闪了 哇 很新的尝试 这个挑战真的相当大 怎样找呢 全世界这么多教练 谁好还是不好 不知道 那后来他叫我 试一下吧 那我在想 我们这班球员踢五人多 那技巧我相信 在华人球员这一辈是不差的 那后来西班牙日本 那结果呢 我就找了一个救生 不过他现在退役了 可以说他的名字 我找他借低谦 嗯 那我问阿谷 喂 你个西班牙农牧教练 是不是只有一个人 他有什么事 我想请个西班牙教练 回来香港 那他介绍了两个给我 那我就二选一 就选了Juan 就这样开始 甚至我是邀请了他 过来香港interview的 老闆很支持 也都给他看了我们甲组的水平 Juan都很喜欢我们这班球员 他觉得有得搞 因为他看过所有甲组水平 也都有看过超乱 当然他也不喜欢超乱很多球队的踢法 那他跟我说 我就是巴塞龙那式的 不对了 我老闆喜欢 那我心里一拍即合 那我跟他开始组织了 我带他看 我的心愿就是这班球员的 你满不满意 差些什么的我就帮他手去想 那结果第一年成功了 虽然有腰斩了 但当时老闆都说了 不是第一或者大头我们不想的了 那结果贝先生就跟老闆说 喂!你是的了 虽然没有了这个奖 但你真是首循环的冠军 所以他都很有诚意地跟老闆谈 那两位老闆就答应了 因为他们怕我们未够实力想超乱 那结果就谈了 那当时我们有菲利贝和阿ten娜两个外援 的 未落过场就约斩了 所以他们两个球员都说 可sir很对不起 我们来到好像做了游客那样 发挥不到 所以后来我们要求你放心 我们继续签你 那跟着再找到个中坚 那三个外援而已 老闆就想我不要出那麽多外援 那其实如果有看我们进锋的球迷 都知道我们很多时候 甚至只有一两个而已 那我希望就是继续这样发展 那结果就是这样 用这个半职成立了我们进锋去上超 我自己的意见 我不知道是否是我的意见 每一个球队应该要有个目标 为什麽你教球 你教球的目的是什麽 你教球的方针是什麽 那自然你跟回那个方针去走 我就觉得那件事会完美些 当然未必是完美的 但我自己一路都是这样 譬如我教球的人都是这样 初初没人认识 没有人认识的 我自己去教球的人 就是我坚持这个理想去走 那甲祖星超 是一个好好的台阶给大家 因为其实你没有压力的 不降班就可以了 是吧 那我举个例子 嗯 那其实我想问一下 可sir 就是刚才说了整个 就是有什麽好处 就是Billy最想探讨的是 就是 其实有一班人 无论他得不得 就是起码你上到来 你不用怕你没有人用 那班人踢了才知道 究竟行不行 不是你自己猜的 是吧 就是你觉得他好 上到来 那踢过就知道 行不行 那现在就叫做 前前后三年 那来到第四年 你都说过要有个检讨 那之后呢 教练也会换了 那可能外援也会换 那你再检视未来 我不知道 晋风还有没有 未来下一个三年 那但是 你又检视未来一年 到底会不会有些什麽计划 或者你想有些什麽Google 因为可能那些班底 或者那些可能都有些少转变 除了华人之外 今年呢 我有个改变方针 在球员签约的时候 我会逐个讨论 因为全部完了 真的 那我会重新和他们讨论 你继续 你什麽目的继续 无论金钱的收入 无论你的前途 无论影影响你的家庭 影影响你的将来 或者你同不同意我 搞波方针 我都会跟他们谈的 谈完才我签这个约 所以我现在未完好班 就是这样的意思 可能今年是很关键的一年 我相信如果今年成绩表都不合格 我相信季美会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嗯 我又觉得其实晋锋 算是一个艰难之中开始的球队 刚才阿凯sir都说过 星班那时候都要腰斩 预着疫情 很难都踢不到一个完整的球季 就是辛辛苦苦去到 今年才算一个比较完整的球季 但是我们都当中看到 晋锋是逐渐进步的 无论是班底也好 PR marketing也好 一些球员的进步也好 其实我都觉得是 带到少少新鲜感给香港的球圈 或者给球迷 都有一帮忠实的球迷 跟着 所以其实我都很想晋锋 是继续在香港这个球团里面 就是给一些新冲击大家 不是常常看来看去都是 李曼、杰志、东方这些球队 就是 讲一下晋锋 都是算一个年轻的球队 其实都不算真的很久 就是几年了 可sir 十年有没有 没有 六年 所以我觉得球迷都给多些时间 晋锋看多些 就是我们经常都讲晋锋 有房中华在这里 就是介绍晋锋 很多不同球员给大家认识的 所以 希望大家在未来一季 都继续支持晋锋 是啊 同意啊 还有就是 晋锋 就是刚才Billy说 喂 看杰志、东方 那些强队要有 有李文 还有些区队 其实我觉得晋锋又是另外一种的味道 是 就是他们又是青春班 很肯用年轻 还有呢 就 我们整个球队都讲了很多次 其实晋锋 和海上探讨 其实晋锋很有娱乐性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留意过晋锋 是很少零比零 还有没有球入的 要不就入人 要不就被人家炒 就是这样 其实老实说 娱乐性高的 就是你很少会看到晋锋 是一场很闷 没有入球的比赛 很少 因为你们不拍大巴 那这个是不是一直以来教练的要求 是你的要求 还是你未来都会想着是这样 其实呢 嗯 我相信很多球迷都在货疑我们 为什么不做好防守 其实有的 只不过是 我们的实力 我们的能力 教练的方针 也有很多人问 可sir 你做到总教练 你都没理由不制止 或者去改变一下 那我又觉得不是 我邀请了啊 我做教练 我就要信任他 就算之前季初 用椰汁的时候 我都要信任他 如果太多在他旁边的声音 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 你很少左右教练的排阵 是吗? 总之他跟我交代了 嗯 我知道他在做什么了 最多有部分一两个位置 我才问的 嗯 我自己也是一个教练 嗯 我相信没有一个教练 是会问 啊怎样啊 那场出什么人好啊 嗯 对我来说 有的 那我就 即是我不会左右 嗯 那所以 希望 希望 希望进步 嗯 不要辜负那些球迷 是啊 因为其实 刚才Beeley也说到 那些球迷很忠心的 嗯 晋风其实那个打气 那个 即是我们撇除了 他们的 死忠 防忠为之外 其实他们的球迷 都是很投入的 嗯 那也是一个 挺好的支持 其实 晋风老实说 那些成绩不算好 还要很多场球 都被人炒 四五六 嗯 那其实都 输球都是 常常发生的事情 但是这群球迷 都是很支持 晋风 所以其实 我想人家都可以给到老板的一个检视 虽然你说 当然最好有成绩 那老板 老板都常常问着海sir 喂 这场怎样啊 你将来得不到分啊 我记得有一次 问过海sir 是不是你说 老板都希望其中一个目标 就是可以在强队里拿到分 这个 我只可以在这里说我自己辜负了老板 三年都不能在强队里拿到分 嗯 嗯 我自己 真是很惭愧的 我也有检视过自己 为什么对球真的拿不到呢 那我们很努力去想这个办法去解决 嗯 其实今季差一点点有机会 是 今季有一两场球是 哎 差20分钟 嗯 嗯 那就没了了 嗯 但是 既然间信任班年青球员 就要继续信任下去了 嗯 所以 那是个过程来的 其实呢 可sir 你说开说不满意呢 其实我看到坊间其中有一些 都挺多的声音在这几年 就是当然大家知道 Philippine看得很好 但是其他很多时候 那些球迷就会觉得 喂 可sir或者晋风 你这些年轻球员不差的 但是那些鬼不行啊 嗯 那几个不行 就继续用 用到不行都继续出他们 那到底是找不到啊 还是budget问题呢 可sir 嗯 首先呢 我自己知道他们去到哪里的 因为呢 可能不好呢 是要踢个球 比较个 因为足球是不是说 球员好还是不好的 十一个人混在一起 产生出来的一样东西 嗯 那这几个球员呢 你说没有感情是假的 你说可sir是不是因为感情而流他们呢 一样东西 嗯 我有审视过他们的能力的 也都 其实很适合我们的踢法 如果我冒险去招聘了一些不熟悉的球员回来 而去做的东西是不成功的 我很简单的举个例子 大家会发觉罗伯好多 在御苑踢得很好 是啊 觉得我们的晋风 他适应不了我们的踢法 是不是他不习惯踢中锋呢 其一 其二我们要求他做多了事 对他来说是困难的 所以他是一个好球员 其实我想证明一样东西 就是证明到 如果那个球员适应不了我们的踢法 他会变成第二个人的 那坊间说是战术配合球员 还是球员配合战术呢 没有一个确实的答案 但是我们就会走球员去适应我们的战术 所以结果出来的效果就不太好 所以你说球员是否不好 都要用呢 从我们教练的层面来看 他们不是不好的 只不过人家的水平更加高 那这个访问到尾声 有一样要讲一下来季 对啦 那其实呢 就是晋风现在祖军应该也有见到初刑 因为你的班底外面不大 那主要是 我想你其实最重要是 确定那个主教练签了 要公布到了 那看一下教练还有什么送菜要求 可sir你去帮他找 这个 这个是我 这么久都 祖军拖慢了少许在这里 是的 那未来预期是什么时候会开招 7月初 因为呢 竹总曾经提及过是8月中开始的 那如果7月初就比较适合一些 嗯 今季就很多球队都因应联赛 因为亚洲杯要提早一点开 而要提早一点开操 相信就 很多球队就 就未来一个月之内都要搞定祖军的东西了 是的 那我们就期待可sir和晋风下跪的表现了 是的 希望可sir你再为我们 无论是球场里面和外面 都给我们多些惊喜 这个我会尽全力 嗯 好啊 那今集就很多谢可sir接受我们的访问了 好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